大家好 歡迎繼續回到這個《望向快報》的時間 今天就是2020年的6月6日星期六接近中午的時間 這裡是我許樓山 還有變成香蕉的紐西蘭熱得太陽 大家好 還有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也來了 大家好 還有現在變成太陽的馬來西亞大馬Sir 馬來近 各位網友 大家好 我變成籃球 還有澳洲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弟好 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訂閱《望向編出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多點回來看影片 有些錯過了的影片可以有空回來再看看 有些網友留言說 哇 看到那個標題都知道很好笑 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時候 這麼多什麼黑暴 周圍什麼和理暢 商場搞搞震這些 的時候就希望大家多點去聽一下一些開心一點的節目 就算可能那個時事未必是最update 最即時的 聽起來都可能相當好笑的 為什麼呢? 很多人走去打國際線 有些人好像今天都去了英國領事館 又有些事情搞 很過癮 那些 長毛化 做了很巨型的BNO 不知道說什麼 很厲害 不要管那麼多了 別人做什麼呢? 別人的事 我覺得我們純粹是一個參考的角度去看看 有些什麼 今次要說些什麼呢? 就是這個打國際賽 你不讓我踢香港賽 那我就踢國際賽 要爭取這個國際年先 之前籌了一球 就說先摘袋子的黃之鋒 香港眾志 其實香港眾志就等於黃之鋒 黃之鋒就等於香港眾志 他撕不掉這件事 是不是? 是啊 那有些什麼要說說呢? 原來這個德國的外長 馬斯有些事情要說說 他說歐中峰會就不單止有談談這個經貿的問題 也有談談這個人權的問題 那繼續 也有拿回馬斯 在2019年跟黃之鋒在柏林國會大廈合照的時候 他們兩個聊天的問題還是怎樣? 哇 原來黃之鋒當時看到這些德國方面響當當的人物 很厲害 他竟然真的這些叫什麼? 權怕笑了 不單止聊天不簡單 我也是施壓 是啊 我說一下大家 真必思思發聲都震了 聽到都 就談些什麼呢? 喂 面對中國日趨嚴重壓制人權的舉動 喂 德國聯邦政府 喂 除了有些只是只有象徵性的姿態之外 喂 有沒有一些 難道就沒有一些更加強硬的對話措施嗎? 是的 黃之鋒也給了一些推出一些制華的措施才行 他們很大遊戲 他要求德國外長 麻煩你們 找些方法制裁中國 他這樣對德國外長說 在去年9月9日 2019年9月9日 你哪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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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過去的 你上過去沒有? 哪位啊? 教阿Sir做事? 我上過Netflix的 你上過沒有? 有這麼多人在雨傘有這麼多人聽你說話 黃之鋒有很多話說 你要去數一下 我監獄錯過了 你錯過了沒有? 其實他去年跟這位德國外長說過之後 也都引來一些風波 連在中國的外交部都出聲 喊話 為你德國 為什麼你德國外長 為什麼要見這個反華的份子 你們是不是做show 還要提出嚴正交涉 就是一個小風波 叫做這件事 就是在去年就過去了之後 去到現在了 去到最近6月4日 在德國國內有一個電台再訪問他 關於這位 再訪問這位外長 馬斯 跟黃之鋒那件事 現在究竟搞得怎麼樣? 那馬斯就說 上次我跟他拍照 就真的不代表讚成他的觀點 而且黃之鋒的政治立場 的確有分離主義的傾向 跟我們德國聯邦政府 對話的方針是原負合的 我再次強調 歐洲和中國之間的對話平台 是十分重要的 這種所謂的強硬的制裁措施 就是只會令這個對話受阻 長期而言 這樣做是不明智的 那個臘場可以說 完全不一樣了 非常清晰 說清楚整件事究竟是怎麼樣 還有要看一下 如果是的話 德國車是最簡單的 Benz 保馬都要賣去中國 對時候有些什麼 冬瓜豆腐頭暈身慶 買少了 是不是呢 都很嚴重的 他賠 中國人買車買得最多就是德國品牌 很多合資車買得最好的都是德國品牌 寶馬、Benz、奧迪 還有大宗 大宗也是 大宗也是很受歡迎的 看不出來 因為去中國市場 所以德系的車在中國是特別好買的 全世界都不會有一個地方 像中國那樣 買這麼多德國品牌 好像聽說近年年輕方面的中國人 都喜歡傾向於買奧迪 喜歡那種動力和運動感 就比較添加了 當然 現在的奧迪都要400多 那張照片就不代表什麼 就是你們這幫人 憑那張圖就馬上放大 就是欺負別人 漢圖作文 又在那裡 最厲害的了 就是欺負這些人 人家不會看回 就是不懂得看中文 或者未必知道這個中文是說什麼 或者是太小的報道 還是怎樣 可能是在Facebook自己傳 還是怎樣 就以為人家會看漏眼還是怎樣 因為其實我在 就算是台灣那方面 也有拍到這個報道 上年的時候 說黃之鋒就是因為 見過德國的外長 令到德國和中國那方面的關係 是急凍 用急凍這個字來寫 應該沒有的 如果你說關係變得很差 就不是的 只不過是 就是這樣說 商界有太多投資在中國 就是歐洲 不是純粹是德國的 是整個歐洲 都是有太多投資在中國 而且 車廠也不得了 其實是中國的車廠 但是數車也很誇張 是啊 真的很好 其實沒有必要為了一個 老實說沒有必要為了一個 所謂 是啊 他講到這麼厲害的時代雜誌 麥克爾也上了一個時代雜誌 說真的 他們 我最記得以前 我有個Facebook 就是換了這個麥克爾頭獎 因為其實我是 很崇拜麥大媽的 誰知道就有個腹肌 有個應該是那些騙子 那些騙子的帳戶 就說 You are so beautiful You are so charming lady 那些 之後就說 嘩 很明顯這個是時代雜誌 直接突出來了 嚇到我 真的 那 就是 說笑而已 其實很多事情 雖然現在我們看到 英語系的世界就 貌似就 向中國不斷這樣發 就是叫做發子彈 但是其實我覺得 德國和法國對中國 對中國依然是 我覺得依然是友善的 看他整個世代都依然是友善的 嗯 但是其實呢 大家都看得到 自從中國人大 落實通過這個涉港國家安全法的草案之後 德國的聯邦議院 也都因為中國人大這個動作 就此議題提出一個小事的辯論 究竟 究竟 中國是不是在威脅香港特區的人權呢 其實在德國國內 自己不同的黨派都有不同的分歧 因為這件事 但是去到最後呢 就發現 這位總理 麥大媽 Angela Michiel 她在Twitter Angela Merkel Angela Merkel Angela Angela Merkel 是 她在Twitter 關於這個 香港這個問題 一條推特 都沒有寫過的 哈哈 就是她很淡化 你看到她 德國是對這些淡化 你看她 其實她 老實說 因為唐家 她都是學功課出身 其實她 整個人的 講話的邏輯性 和前後連貫性 是比其他西方國家的領袖 稍微好一點 我看到 嗯 即是不會那麼感情用事 是吧 嗯嗯 還有很多事情 其實是很 我知道 其實整個右翼的世界很討厭她 雖然她的政黨 這個機密文 其實是 很 真心來說 其實她都是屬於 中間偏有的政黨的 但是 依然 她守得到自己的底線 我覺得 當然 陶傑就說 這些死了 接收了那些難民 但其實她 接收難民的政策是 聰明的 其實她是 將一些 比較 有價值的人 是接收了的 還有她 現在就說了 接收了 是大來不少問題 這個事實 但很多都已經送回原居地 是吧 對於真實來說 是否能夠守到普世價值 其實她是 比任何英語世界國家 她更加要守到自己的底線 我覺得 所以呢 他們就不用開心得太早了 可能會想一下 究竟歐盟到時 德國會接收香港人 不過我經常覺得 他們這些所謂的會議 討論一下 那個 接下來的條例 香港那方面的問題 還是怎樣 我覺得都是純粹做一個紀錄 還有好像一個純粹的單方面 一個沒有什麼約束力的表態 不用開心得太厲害了 尤其是黃之鋒這些 哇非常開心 我們國際線成功 他們很有趣的 國際線路而已 電視機有國際線路 現在都不流行 現在都不流行 現在看不下 國際線路 你說以前的 那個廣播 國際線路 對 國際線路 叫死 不過他 怎麼說呢 其實他也是 不知道大家覺得不可以 其實他是被人捧出來 但是其實 我覺得他本身也是個悲劇來的 雖然他 他也是被人夾死了 所以從事這些活動 但是 嗯 我不覺得他是被人夾死的 我覺得他自己很享受 因為你沒有可能有份這麼好的功 以他的 Qualification 就是沒有可能有份這麼好的功 書都沒有讀完 嗯 可能是 因為其實他有件事很搞笑 就是看得自己很高 我最記得當時說 叫習近平出來和他對話 哦 習近平和他對話 習近平是和平民百姓對話的 他吃那個慶豐包子 又和那個 為什麼問一下 為什麼那個炒肝這麼醜呢 就是這麼稠的 為什麼 是平民對話的 你看一下 他平時就是講話 很少對話 哈哈哈哈哈哈 是 那可能 這幫人 是的 打出來的東西都很醜的 就是我講 阿智峰哥 打出來的東西都很醜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們很搞笑的 他們除了德國這些 他們覺得德國都是 嗯 半邊 就是邊節 跟我們不是一個國際線 他現在很厲害 那個國際線 聯合到什麼呢 就是聯合到聯合國 哦 看到很好笑啦 黃智峰的Facebook 哇 好厲害啊 是啊 他說香港眾志 要向聯合國 遞交報告 不是遞交報告 他說適逢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這個月就會審議一下香港人權的狀況 香港他們自己 剛剛做了一份報告 除了說這個警暴的問題 在囚手足被虐打的問題之外 也會提一下這個 剛剛所說的 什麼港版 自己自稱港版國安法呢 的禍害呢 會怎麼樣呢 就要帶到聯合國做討論 厲害哦 他說會繼續努力 阻止北京強推這個法律 你怎麼阻止啊 我心想 Over my dead body 這句被人用了 我心想問 你怎麼阻止 你怎麼阻止 就是聯合國可以叫到中國阻止這件事嗎 其實社長也說過很多次 這個草案裡面的內容 以及目的究竟是怎樣的 你沒理由阻止得到的 聯合國都開不了聲來阻止這件事 你只可以說到時候你們裡面的內容究竟是怎樣的 你可以怎麼做 或者大家留意一下 最多都是這樣說 你怎麼阻止到去推呢 這個真的相當好笑 這個完全是一個騙錢的行為 騙這個籌務捐款的途徑 講到自己的能力好像很大 你以為你是蝙蝠們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還有你所寫的什麼報告 很明顯就是你們自己的片面支持 暴行 傻傻的 其實現在是 本立這個 都是試一下可不可以幫到 使得社會穩定一點點 說真的 讓大家人心是否可以震懾得到 現在他們的做法是很好笑的 他們那幫煩暴友 他們扮得很害怕 吹得很大 結果就說很多謊話 因為那個真正條文一出的時候 跟他們說的話就會完全相反 因為他們說那個草案會限制個人自由的性 其實駱主任出來說是不會限制個人自由 只要你本身是合法的行為 是依然會合法的 那除了當然和這個國家安全有關的事情 但是他們那幫這樣的憤腸 實際上 是不是真的影響到國家安全呢 大家想一想 就是他們那幫 扔汽油彈那些 只不過是 就是 落手落腳做的那幫人 本身就是犯刑 已經是犯刑事法 就是正常的刑事法律已經犯了 是要守正去抓他們 好了 煽動他們出來的人 那就嚴重一些了 可以 就是我認為可以嚴重一些 因為他們煽動的人去做一些恐怖主義的行為 那是可以要扶相應的法律責任 但是這件事情 在外國都是這樣的 你試試去美國叫人組織幾百個人去扔汽油彈 他會不會犯了這些反恐條例 是一樣會犯的 很簡單的 是啊 所以你說 你叫了一幫人出來 又說了暗號 還是怎樣的 是不是 什麼去裝修還是怎樣的 然後後來 撕了什麼 那些 到最後演變成這樣 你看美國政府會 用什麼法例來抓你 這些太離譜了 還說自己是 什麼自由 還是打壓 其實大家都有看過草案 主要的 四大範疇 那範疇 那些是怎樣的 寫了好幾點出來 正常來說 都不需要觸碰那幾點 就算你是爭取民主也好 你都不需要觸碰這幾點 是 說真的 你說跟外國勢力 這樣說 這個舉證是難的 就是這一條 大家都知道 肥佬黎這條憤腸 他跟外國的NGO 很多 很多聯繫 但是你要有足夠證據 告得入 我看 絕對不用 是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就是 因為那條 那個指控嚴重 你舉證也都要 那個要求也都會提高 你不可以隨便這樣 就告得他 就是這些 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告得到的 所以 就是那些人是 不斷製造一個恐慌出來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就是他們製造恐慌的人 是 我覺得是有些激獎 看起來 嗯 你們 你們的末日 這樣 就是講話都不行了 沒有言論之後 你們這樣講 反種亂講的說話 都要被人抓 不過實際情況就是 你說呢 從來都是很難的 就是 即 有些人就是這樣講 但是實際上 實際上是只有淡笑而已 我就覺得 不是 這個不是 就是條法例拿出來做的樣子 而是實際上是不會執行到 就是好像逃犯修訂條 是難的 不是那時候他們就做了一件事 又是說 你得罪了內地的官 不是得罪了內地官 sorry 是得罪了第二個豬肉佬 那另外一個豬肉佬 跟內地的官有勾結 那就可以送你上內地 這些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是嗎 這些太誇張了 就是豬肉佬都講到這麼大的威力 是啊 其實你朱凱迪就可能有這麼大的威力 豬肉佬就肯定沒有這麼大的威力 哈哈 就是 現在又是 現在又是說 哇 你說這些東西都不行 其實有些人說 其實暗示 就是這件事情 會令香港沒有言論自由 其實這個是絕對錯的 是啊 就是等於這樣 這個叫做國歌法過了 那不就是這樣 生活大家要這樣過 有什麼問題 什麼惡法殺道 當然是 那幾千次 是啊 沒有事 你先說 你先說 那幾千次 一條法律 罰得比鄭文健還少去嫖妓的 在內地 那在香港你反對來把鬼 香港的人去嫖妓都不怕罰的 那二十天 是不是 最多是自己被國安抓下去 哈哈哈哈 是不是 笑死 是 開心一陣子 但是抓二十天 很嚴重 是啊 那你哭國歌都要十五天 如果真的要罰國 通常在內地呢 就是什麼 如果你哭國歌 就給旁邊的民眾 應該先打了一身 正常來說 就是我猜一下 純粹是我的估計 就是 譬如北京天安門 看星期 那你在那裡哭 他在升 又在那裡哭 你在那裡哭 李大劑 我覺得那些特警 是會保護你的安全 多過 是啊 哈哈 包你扁他的國旗 多過要再罰你 他不會再罰你的了 最多是被當場的人 一起打一身 我認為是這樣 就是我自己的底部就是這樣 當然 這些就是 香港的問題 因為沒有中國人 第一個就是沒有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現在 還有 就算有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都不認同這個共產黨的政權 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就是大家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事實 這個是事實 所以共產黨也知道 這個沒有辦法 有些人說要處理這幫人 你怎麼處理 我問你 殺了他們 不行的 他們最喜歡 他們是聯署去處理這幫人 他們覺得他們自己是聯署去處理這幫人 這是最好笑的 不過這樣 黃之鋒他們這些人的套路 終於有 愛國方面的媒體 終於嚴正踢爆 不要把照片 無限作故事 拍照不代表支持你 這個就是相當之重點 他們很喜歡拍照 就說得到國際的支持 放了聯合國的 或者遞交的報告給聯合國 又放了聯合國的圖出來 就說到聯合國都好像會幫他們這樣 寫到 希望大家深清眼亮 看清楚這幫人究竟做了什麼 我們這次時間都差不多了 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